我的人生就像大宴一样 从小到大 一直在迁徙之中 我会上智力 从小就会上智力 我每次都想和上一次不一样 能不一样 那我觉得不需辞心 比当水时代 我就水了这个时代 我一直在寻找 什么是中国精神 什么是中国的意见 人生和艺术 过去是两条线 越走走走 变成了一条道 你心胸有多大 笔下的境界就有多大 你在画画的过程 也是自我修炼的过程 从小就叫浩强 只要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一定会咬牙做 坐在这 再让他扒不出耳朵来 我不是主张阳春白雪 喝者日众吗 既然他们需要 那我就来呗 这里要有古人的精华 要挺着金人的神采 他们认为你这个思想过时了 但是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被这些所左右 我每一本书都在解决我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就是最后命的 要一辈子书写的歌 我都没有被他扒不出耳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